重新屏幕 能看见我的屏幕吗 可以可以老师 看我屏幕等我一下 你们尽快的开这个会 你们注意一点 你看到我屏幕上 现在就是说我还在等你们 因为我很早就准备好了 准备发布一些东西 我在等你们 就是说是这个想你们先做 先做的话 就是说是前面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们先做 然后再来发布 那么呢 嗯发布之后 当然你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进水 进水楼台的去 把一些资料填进去 那么就是说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你们做的还 还 还做的有点偏偏啊 你再明确一下这个 呃 第一 这个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就是说 梅博士这一组 第二组就是 呃 梅博士你知道你们在要做的是什么吗 博士 就你这组的博士你知道吗 嗯 我上次不是录音了吗 对对 你简单回答一下告诉我是什么 你们做的不是 今天是你先说 就说是短期和这个长期 快快打 咱们10分钟内内 呃 现在是12点46 那么56之前就结束吗 嗯 好 呃 我们短期的话是 是就是呃 医患交互 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患者可以从医生这边去学习 就是关于呃 通通这个病症的具体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让让 也就是让这个医生的这个认知模型里面的部分内容 可以让呃 患者学习到 然后进行一个正常改查的一个功能 就是目前 短期 不对 长期干嘛 长期的话就是呃 就是这个这个达到一个就是像类似于这种语域通讯的这样 DIKWP的一个语域通讯 就是呃 啊患者一患两个呃 主体也不对 也不对 我告诉你 你们这样做就什么都没有 就等白做 对博生就浪费你们的时间 短期现在是27号 29号之前 就再有有二 算今天272829 29号之前你们是这个短期 短期事情结束 决定你们做不做长期 和长期能不能做下去 有没有意义的事情 短期就是说不是做这个你们做的就是痛风 就是把痛风这件事情的流程搬上去 搬上去之后要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这个时候搬上去是272829 27今天就必须是把医生你们所了解的这个医生的这个情况 必须超过这个医生 就在局部范围内就说是这个问诊上 超过这个医生 达到和超过这个医生 就是这个活的医生 那么呢 28就是跟GPT4进行比较 29收尾达到做到什么就做到什么之后再也不扯痛风的事 如果要继续做我就设计一些论文开始直接往往下就说是跟着一些东西往下走了 但是这个过程中你们千万不要去放那个什么就是说你们要体现的就这个过程中如果再往稍微细气化一点的话就是说你要体现出 数据性数据的类型数据方形数据 逻辑型数据布尔型数据 等等之间数据内如何计算运算 这些全是我们专利授权过和申请专利的和以前的数据生做过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或者说是数据信息之间如何联合运算 运算或者推理 然后呢体现这些东西 同时你们有一个我给了你们一个模型就是一个 传统意义下的dikw加上p之后的这个 和大脑的映射 这样一个东西呢作为你们一个图片的背景但是不是你们的目的 这个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 他不是我们形式化意义上的这个dkwp模型 那么就说是做这个事情 你们所有的细化都朝着我们前面的这个dkwp内部和跨越dkwp 以及体现 意图处理 如果要有一些到底的话就是在意图驱动 其他东西呢就是说是整个是模 模法这个交互 就这件事情 而就之前 能做多少 做多少 后边可能你做这个如果没有价值的话你会不会没有意义 明确吧 再讲一遍 就是你你你 没不是你清楚了吧 嗯 老师这个交互交互过程就是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就是 就是对话或者这种形式然后他去 学到之后他超越这个 你回去听重听一下我的这个录音我会发给你们录屏也会发布给到外面 对然后呢就是说是你 明确一下你这三天的目标 达到没达到 你就明确的在 发过来视频说就要清楚 并且呢今天的视频 你来录音 和这个 这个什么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是 呃同时就说是写一个100字以内的这个目标达到没有 这就是说这这几天 没达到也往下走 嗯 就这三天很清 很清晰的 行那么啊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跟这个第2组进行交流 但是你们可以听你们可以听一下该第2组 哎银天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没有老师没有 给你弄清楚要干啥 嗯好那个第2组 福亮 你说代你代表 好的好的我我们简单的讲简单讲你们对 啊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 呃对 同胞狼疮患者他们医患问诊过程中 他们患者和医生分别作为 信息接收者和信息提供者就是模拟他们 大脑中的一个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一个 呃流转过程吗 还有就是解决 在他们问诊过程中患者的一些质疑 啊找到患者质疑的一些原因 就利用dkwp为他们 解决他们的一些质疑 大致目前 就是这样啊 那个 你你们这组的目标和 第一组完全不一样 你们这组 要朝着这个 我 我提供一些资料就是说朝着这个 大脑 就说科学 里边怎么走就怎么走 就说科学科学里面做对应 听我讲完 科学里面做对应 那么在这个对应过程中呢 人脑他天然的是一个优化了 应该说是人 按照这个生物来演化的话 数亿 上 上亿年 但是呢就是说是要 这个演化过程 他天然的进行优化了 这个优化过程 我们要尽量符合事实 然后我还给你给你们一些资料 这个这个资料 就说是你们要模仿人脑 就是说他已经是个优化模型 你们要迁移到这个上面去 然后呢依然在你们这里这个 兼顾你们这个疾病上 达到第一组一样的要求 就是这三天也是要达到这三个目标 然后呢往后 你们的目标一 就是说是很明确的告诉你们是什么 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要去 把这些科学的东西进一步的细化 然后对应起来进一步的细化对应起来 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解释呢就是说是 是生理和 人工智能融合人工意识融合的 一个这个解 然后呢这个的方案出来之后 这三天过去之后 这三天第一 接到目标和他们一样 但是呢就是说是 这三天之后的那这种论文 我们就是要发nature science的论文 就快快的出 因为我们我 我不会继续等下去 我会很快把我现在给你们展示这些东西 发出去 那当然是有很多人在看 那么这就是说是他们基础可能在 也比你们 在这块更专业 那你就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那你们不做 那么我们就是说是 这个是nature science 这样的东西 那么你看一下我我翻动一下屏幕的话 就会是这样的东西都会 公布公开了 要尽快去做 当然nature science 那种这种论文的话 我觉得就是对人类有贡献 那么同时呢我就说 第一组的话 呃那个福亮你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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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呃对我就说你们那个图啊 你们给的那个图抽象了 太抽象了 挺好的 我觉得去展示的挺好 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 就是这几个区域之间真实的联系 真实处理 这个不是我也给了提供事实了吗 好吧 那就要体现出这些东西 还有一点 我其实一个小提示是什么呢 小提示是你们现在不要着急 因为医生他上来 他其实你们现在建模不了的是什么 医生就是说是他 接触多少病例 他以前肯定是接触很多病例的 那么他这个病例 会接触很多病例之后呢 他会有 有一个就是说是 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数据频度上 空间频度上 或什么频度上 这种积累 你们现在在大当里反应不出来的 好吧 这个这些东西 就是 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假设 好吧 就是那个数据点 他肯定也是不一样大呀 因为这个医生他假如是热带地区的话 他可能就是说是 跟热带相关的通风 那个狼窗有关 多一些是不是 他如果一直在北方行医的话 他可能是那样 那这东西会有一些差异 但是我们要的是一个科学结果 听清楚啊 计算机也不是没有 计算机虽然叫科学 基本上 没有科学 就我们人类 这个大的知识领域的主流观点上的计算机 是没有科学的 好吧 那个这个这个是有过去也有争很多争议但是大致 最主要的观点是计算机是个工程 那么你们这里面是要科学上走 是走生理意识和这个人工 意识的结合 那么 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昨天还结了一个这个GP4做不掉的事情 那这个模式这个事情的很重要意义巨大 好吧对其实我发现很多GP4做不掉的事情但是呢都是和我们前面测评是相关的 嗯 那么好 有没有问题 目前没有了 行 也就是说是你们那个抽象模型我觉得很漂亮和也很好 但是呢就是说还是要给人 给人一个那个真正的像人的大脑一样的放上去一点好吧 就那个也要留着但是呢同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因为他的比例啊 呃 前额页啊 比方说是是这个杏仁和啊 他究竟在哪里是不是 哎要有这样一个东西 另外就是你们所有的报告要清晰 在发来视频要清晰 现在的模糊就模糊模糊的也有他的好处 呃我们临时模糊一下有好处我可以发布出去 但是呢就是说是清清晰的是我们自己要用的 好 呃行 你没有问题的话我再回到煤博市这边来 你有没有有没有问题这组 好我们已经超过时间啊呃英天你还在不 在在老师我再讲一点 你们把这个事情他他是不要现在去处理什么语义计算什么这些东西 不是现在做的事情如果你们现在这些计算我说事情做没做 没有标记的话就是 达不到的话 你做剩下有啥意义呢 好不好 你们要着急 你们后面会有一堆论文因为博生我会考虑你们发发一堆论文的事情 会很容易发 但是呢你们这一阶段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你就离那个东西就很遥远 做到的话 就后面就基本上是捅破窗户指了 呃 角度不一样 你们是往这个 往这个 往这个 往这个就说是 我 是数理 数理结构的人工意识 就数学 物理 数学物理并不要 事实上是 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判断它是能跟生理的这个结合的 所以你们用的模型是不一样的 你们用的是 这个dkwp模型 那么当然我跟辅导里边提醒一下 就是你们要用的一定是我们的形式化的dkwp模型 辅导 啊在在哪在哪 嗯好 那么那么这这两个 嗯 今天你还有问题吗 嗯 老师那我们就是就是 你们现在不要去弄碰什么鱼计算什么的 啥都没干呢 怎么去碰那些东西呢 好不好 这几个你究竟达到什么样子 刚才我说的这三天 究竟做成什么样子 后面再说嘛 你这个都都做不了的话呢 你后面有啥意义都上面站在泥土上了 你又不接生理 生理他们是 他那个东西是 这是一个科学事实 你这个都站不住脚你怎么弄 数理逻辑 你自己要有个抽象模型的站得住 我们的抽象模型的站得住脚 就通通对不上去 好吧我们前面不是把工作都做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 不要偏 很重要就是不要偏 我这可以给你们开会就说这个事情 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我们就结束 我没有了老师 好那就落实 是那个福量那边也是 就是说是在发一个100字以内的小总结 好的好的好的 因为我们不想 我们并不是来做 这个痛风和狼疮的 他要快速的接 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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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